大家都認識他 他是高雄醫學大學 博士後來到國外 South Carolina 還有幾個地方 做過Fullstar 然後應該是研究人員 Visiting Scholars 然後曾經當任過高醫的研發展 我現在是中國醫藥大學的務校長 在這裡有很大的貢獻 在頂尖大學計畫拿到一個中心 這叫什麼名字 中國醫藥研究中心 所以中國醫藥大學很努力 想要進入頂尖大學 頂尖大學加油 我想他因為在重要的研究 又有一些應用方面 有非常多的成就 剛剛他資料有300多元論文 我想在這個領域可以說 對台灣的一些特有的職務的資源 應用到醫學上有很大的成就 所以我們就請他為我們做 keynote speech 他現在就請胡胡校長 好 謝謝校長給我介紹 東道指揚昂長選 胡校長 還有我們在座前王處長 跟縣政人工處長 在座我們有黃徽經院士 黃徽經院長跟師事務所長 以及蔡先生前輩 那我就很多的前輩人 我就在意義的跟大家做我一個介紹 那各位師長前輩跟各位同學 尤其在座今天非常穩度的各位同學 今天這個題目其實是我不想惶恐 是肖校長在做籌備會的時候 只是一個人沒寫說 也拜了我們一個talk 我說好 沒想到肖校長幫他安排 就是我從他手講的 keynote speech 應該是虧不簡單 因為在座很多的前輩 待會下午我們會引頂到 我們參選對48兩的 academic clear的一個演講 還有我們都得一個非常精采的學士 不過anyway我就肖肖的指後面 我就後面醒了 所以我就今天用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想像個人30年來 尤其最近這10多年來 在中草藥研究上面的一個感想 我想目前在台灣整個中草藥上 這點就有什麼一個portunity 那我們要被接受的其他人在哪裡 也許我今天也許 談得也不十分充分 不過還是要請各位前輩 不必有一個指導 OK 那這一章也是 先回一下肖像剛才的題等 我個人是從1985年拿到PSD之後 就到日本跟美國做多次短載 半年半年的POLSTAR 這個階段其實我的PSD或的MASTER 都是做Major Product Exolation 跟Structural Irustation 所以在POLSTAR完之後 這個階段大概是將近五年的時間 從POLSTAR總理教授 你不會有遇事 先是回來 就學到 You know Bio-activity-diventriculation and isolation 那怎樣做 其實是一些的Active Control 那隨後 我就在這個10年裡面 大概是 都是做Active Control 沒有效的 我們就不會去做 他們的一個成長分積 純粹都是做有弧性的化合物 那到2000年開始之後 我們會往的一些 剛好有一些NRPV 甚至一些整個型的計畫 開始做Dial Compound 去做一些開發 甚至一到 能不能做Major Product Exolation 到最後 能不能做Translation 今天我會用一個地址 來做 Dial Compound 所以在這個過程 這個期間 其實從這邊開始 我們開始在重視一些IP 包括一些Transfer的一個開發 所以總共以前在這個之前 其實都沒有做IP 配點上的一個動作 所以在這邊也是給年輕的朋友 做到有 非常有Potential的東西 我想在這個階段 還是要先做IP上的一個Potential 那 講到轉移研究 這項目很簡單的在做 比如說年輕協診 我想簡單的意思 一個轉移研究 就是從Major到Best Side 這個是All Way 但是也同時可以reverse回來 就是從Best Side到Major 最簡單的是從Major到Best Side 就是我剛才講的 我們是Hit the Dial Compound 有何些東西往下去走 相反的是從臨床上已經有用的 這個在中藥上的研發 確實就可以從這邊開始 大概我會提幾個例子 就是說 目前台灣有一些 已經等於使用 歸弄的 臨床上使用好的 那現在就是reverse file 做機探討 它的一些的 每個的作用的一個機制 這是目前其實應該是在台灣 該著某的地方 那這個我就不提提來講 再做很多前面都瞭解 好 那什麼叫中草藥來講 我就把用這個圖 大概來說 所謂的中藥 中草藥說是中藥叫做中藥 是這樣子解釋嗎 傳統的中藥定義是 就是點擊上傳統發中醫中醫理論的 非植物抽取物 點擊用的 我們稱為的中藥 記載在點擊裡面 所謂的 黃丁內經 中 什麼 本草經 等你等 待會有一張也可以 列出到一些書 書本的名稱 那另外所謂的植物藥 就是由正規是 以歐美來講 就是非醫傳統 中醫理論植物抽取物 或者我們再加上前面的這個 他的植物的抽取物 就可以所謂的 那這個兩個 也許就有一個交集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來 去做某什麼叫做中藥 那 Herbal Medicine 就是草藥 我想這大家來瞭解 所謂的Herbal 其實就是 認為植物的一部分 或者是他的前部都可以 那這麼一部分就是 包括那些 葉子啊 其他的部位啊 或者是 但是重要的是說 他的Combination呢 Combination 就是組合物 就是從 很多種不同的Herbal 而作為一個 有效的一個 化 組合 就是我們的 互方 用簡單來講 那這個一個統計是 真的是 一來越來 對重視 大家用Herbal Medicine 一來越 一個潮流 依據統計大概 80%以上的 整個 世界群組 都有使用 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美國 這樣子一個 每個人是 很稍顯的 這樣子 大概是超過 這樣子一個 美金的價位 那 下面這幾個 過道是大家非常熟悉 你看 從 從 露露圈的 Memblastin 我們所謂的 長生花 或者是 太平洋子山的 Capsule 以及 壓變的 Morphin 這些其實都是從 植物裡面來 但是 這個演示出來 目前就是 臨床在使用的藥物 所以從這裡 就可以看出來 從 荷爾裡面 去 去得到 發展性藥 其實是有 它蠻大的一個 裡面的一個 potential 那 簡單回到 中藥裡面的 一個定義 我們剛才講 以台灣的 定義來講 有藥事法 所謂的中藥 就是 固有成方的 治劑 以 我們中藥委會 衛生署 公告 這樣的傳統中藥 組方的 一個 調劑的 一個 Prescription方劑 正為中藥 那 衛生署 現在衛武部 又有一個 藥品 茶葉登記審查 整則 以及中藥 性藥 茶葉登記的 西枝 這裡面都有 非常明確的 就是所謂的 典籍所在的 處方 得爲的中藥 處方的醫劑 或者是 典籍記載傳統的中藥 以及民間使用 或者其他 國家的藥品 在使用中的草藥 經傳統 或現代 出題的方式 所獲得的藥品 都稱為 所謂的中藥 那剛才提到說 所謂的典籍 包括 中藥裡面的 醫中經 健 醫方集結 文草幹木 還有 食農文草 等等等等 都所謂的典籍 那 回到這裡 所謂的 就是 我們拍到的植物藥 又稱為 Planetan Denon Drug 那這個 剛才有提到 是 由植物來 認為 要有 單一或 混合成分的 演出的 來演出的 植物的 我們稱為植物藥 那 2000年 一開始 引起了這個Drog 到了2004年 就正式 而讓的是一個 Gainized for Industry 就是 Botangal Drug 的Product 它的定義非常清楚說 植物新藥 植物的去取物 非 混合 非單一的成分 而 經由 科學院這個 在複合植物藥 特性 安全 有效的經驗原則下 都可以 Approve 一個New Drug 所謂的Botangal Drug 所以 這邊就有幾個歷史 幾幾個歷史 這個是2004年公告 所以它不管是單方 互方 它都可以 來 允許 第一個 植物藥 大家也 已經所說 所謂2006年 公告 Granti 立場所 取其物的 標籍 那這是一個 Partial Purified Franchion Water Action of Granti 就是從 立場 立場裡面的 葉子的萃取物 不過這邊 到目前為止LTA 已經多一樣 你的自身證明 越來越高越嚴格 這大概我們再解釋 那它的主成物就是一個 Katekin的一個 Kampogitian 一個Mixion 都是這一堆所謂 Katekin骨架的混組合物 那它的用途就是 External Nen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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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 是 兩年前公告的 一個2012的命 八豆 它 衍生出來的 它是作為 HIV的Patient 作為在 治療時候 它有一個 Anti-Visor-Pinocytic 的一個 步驟用之後 給它的一個 輔助藥物 你也可以看出來 完全也是一個 Katekin骨架的 一個組合物 這是到目前 有公告兩個 那這一個是 沒有被 但是我們剛剛所熟悉 我們現在都會在電視上看到 你有吃藥物 你吃藥嗎 你忘了嗎 你關了瓦斯 那邊有 它就是在廣告這個藥物 這是所謂 十八類的 血液循環 那這個是在所謂 銀杏 就是銀杏 比羅馬 早期是用 傳統是用 這個 Anti-Asthmatic的一個 作用 那現在就是所謂 Anti-AIDS Anti-Asthyrin 血液循環 那它的 組合 其實非常清楚的 也是一個 Kambojish 它的組合就是由 Flamour-Noroglampside 佔著這樣子的比例 還有Trumpet的Lacto 就是 過照式上 都是這樣 這一類的 所謂的 二體類的 大同的化合物 像這樣一個組合 就是 可以被Approved 它那個 Octonic Drug 不過目前 二體它沒有Approved 但是 台灣都可以作為 飼胖用料再使用 那回到台灣 台灣其實已經 館物部 已經Approved幾個 例子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降乳獸一號 這是 鴻齒的燃料 這是台中國一道 他們所做的一種試驗 它Education 就是所謂的TG 那三高 這邊 那第二個 這個鴻齒 它主要的紙層溫 就是這樣子 一個 二體類的化合物 叫做 Monoclin-K 它的作用就是 所謂的 HMG-C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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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 台灣 Approved的中藥 就是所謂的化療藥 的湯 這個我可以在電視上 都可以看到 網告的 它也是改善化療 化學藥治療癌症病患的 疲劳 跟食育毒涉 就是藥治療癌患的 一個補治療法 那它的藥癌是什麼 是一種多種的 酸性 酵母劑代謝 有機大肚臨融的 瘦物 所以是 瘦疫病裡面的 其實也是 Provenote的一個組成分 也比較多 OK 那第三個是 最近 懷著血保的 黃奇多糖體的 射射劑 這是一個 那它的組成分 其實是 瘦瘦瘦的 Polysica 那這也是 被Apple做為 增強免疫功能 及液刺激骨髓造型細胞 也是在做為 Keloxia的一個 複製 的一個 複製用劑 那這個是 大陸大家所熟悉 也許 現在他們已經 從大陸引進 大概所謂的 肉蟲融 那這在大陸已經用 並非有負債 明天早上在使用 不過台灣目前正在做 Keloxia Keloxia 這也是幫他擠一個 提示 好 這是等於一個 跟一個背景 介紹給大家 尤其在座很多的 網便的同學們 那 這麽一個 要門開發的流程 這完全是一個 說 State Degrees Strategy in Felix Keloxia Degrees Develop 我想 這應該 理工學院士 我使用它的 Slide 可以看出來 你所選就是要有一個 Desease的一個 Target 之後 你就會去找那個 Deader的Compound 那Deader的Compound 來源 有不同的Root 比如說 像說我們從 Combinatory Dead Library 裡面去找化合物 或者是 Structured Base 裡面去做 Demoral Design 的Protch Schooling 也是找到一個 Deader的Compound 用我們的 Approaching 就是 剛才提示的 我們所做的所謂的 Nature Program Deader的Compound Deader的Compound 之後 你去做一些 Deader的Deader 那這個就是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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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s 這一定是 涵蓋的 也要做QSAR 或者是一些 Model 的一個Styling 待會我用一個 例子來解釋 那經過一連串 我們會做到 最好的一個 Deader的Compound 到這邊 你才能夠說 進到所謂 要開號的階段 往後 你還去做一些 要你獨立的 ADMET 就是 證明 才能夠去推到 臨床前實驗等等 OK 這很快做 就是 你開始怎麼去萃脊 有一個萃脊物 然後用 絲目無線 達會有的方式 找到 或照解析 就得到一個 所謂的 有效的 DeaderCompound核線 剛才聽到說 有 跟 跟 Styling的 臨床前實驗 這個就是所謂 被FDA 傳統上 FDA Approved 就是這樣子 來一個 Process 那我們現在是 希望 能夠用到 中藥的部分 就把 護方 也是能夠來用這樣子 做萃脊物之後 用一個 Active Facing 其實剛才講的 VOTANGA就是 Focus在這裡 它是一個 Active Facing 就是 有效成分之組合在這裡 你有 一個QC卡 收到 所有 Active Fac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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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前就說 如果 你希望做完了 新 我看到這個之後 你才做一個 一個 後面再做 小蚊子 一個單一 小蚊子 的新藥 所以從 植物藥研發 你還可以做 後系的 單一小蚊子的 新藥研發 這是應該 可以這樣做 我們目前 也都是用這樣子 一個佛像的 在做 做研發工作 所以到這裡 我就停下來說 好 中草藥 我要 往哪裡走 當然是靠你的 多少個資金 怎麼規劃 怎麼流程 所以在 生肌控制藥廠 我們討論來 就短期 到這邊 新藥 一定會花廣長的時間 我們知道說 一個 新藥 的 M1的階段 我大概有一張來做解釋 這裡 傳統上一個 中醫中藥 Nature Photo 其實我們非常明確的 可以稱呼 Food Class 跟Drug Class 就剛才所提的 不是一般 常用的 食用 食用的 藥材 可以作為Headers 或者是Functional Food 進了藥 的話 就是剛才提供的 某一個Drug 或者是 單一的 FDN Approved Drug 這裡 就非常簡單 再補充一下 目前的衛生部 健康 施力 安全性的 獨立評估 都會要經過 分子的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需要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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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如果你第一類 所謂 免提 毒性 測試資料 產品都是傳統 使用的 這些就不用了 非常 常使用 就不用 第一 第二類 產品的燃料 為傳統使用 而灰 通常 加工食品 形式不光 我們使用 你就要做 這個基因 毒性28天的 灰式的 毒性試驗 再來 第三個更嚴格 產品的燃料 灰式 傳統使用者 你需要這樣做 基因 90天 跟其他 等等的實驗 就像目前 他委員會已經公告 牛杖姿 明年 就是一定要做完 這一個 要 讀行實驗 參與過 在傳統上上市 OK 好 那 那這邊 我就再整理一下 就是說 MDA 所以 在 Approving 莫泰克 上的一個 password 可能是 我們做小分子 一個NR階段 大概這樣子 小分子大概是可以從 清料從這裡開始 依 就是剛才所提的 Discovery階段 到 那我們做 中草藥 食物藥 理論上 就點擊上所記載 已經傳統用了百年之後 其實 衛福部 報案件 就可以Approove 直接進到 Face Truth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 可以Easy的 怎麼去 趕快推到 所謂傳統用的中药 進到 新药開發的 一個階段 那這一張 就剛才所秀的 那 就 單一小分子的 就是你要從 IMD 進到 MDA 上的一個 所以 從幾萬個 到 到最後 的一個 我用這一張 來 更明顯一點 通常我們就 從剛才所提的 Hitlic Leader Compound 大概是 10萬到 30萬個裡面的 然後再去 Hotimentation 真正能夠 建立到 Preclinical Static 的State 可能就 剩下 10到20 甚至於 Face One Face Two Face Three 最後 最終能夠完成 大概是 三萬五分之一 有沒有機會 進到 一個Face One 的一個新藥開發 整個流程 我剛才從 一開始的 Singal Harbor 到 新藥的 Blue 一個流程 大概要發 10到15年 發費的Cost 大概是 1 million 一個State以上 所以這些 就是 我剛才聽說 你要做新藥開發 可能就是要發這樣子 一個時間 跟 資金 那做 植物藥 中草藥 應該是可以說的 商品之一到 商品之二的整個 流程跟經費 好 那現在就 提到說 那中藥 西藥 點傳適應精神 就是回到說 我們 附養台灣 為什麼不要求 剛才有提到 就是市場經驗 其他國家所用的藥材 也可以來使用 發表10條件 即是科技期刊 包括點擊上手 既然這些 都可以直接進到 Fistool上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要求 這裡我就 不在意的證 再 去試 OK 好 那 接到這裡 我們就會提到 有一個所謂 資訊器療效探索 可以跟Try 那到這邊說 你就是要一個 先 先導線 給Python Style 你一個Python Style 完之後 這個就回到說 剛才中藥臨床試驗裡面 你只是一個小小的 一個 simple size 不用多 一兩二十個 三十個 那你只要是要自己 進行它 的一個 探討 就 在這邊 我拋動 沒有我秀出來 但 待會兒有一個 所謂的 清代膏 我們 重工 之後 我 這個就是要探討 裡面oli 它的 有一個 標誌 的 而他的indicator就是 手拉洗濯干解症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做執政口頭 是一個補充 那下面好幾章我就不再細事 我只是檢查說 從民國九十年 到開始 前謝貴雄教授 當國貴生物處長的時候 他也會再看到 往後台灣中草也中藥上的一個 怎麼去做民窗試驗 所以他就開始 也引起了這樣子一個史達利 那雖然台大沒有中醫部 但是他也是在做整個 進行很多的中藥 前面所談的典籍上的指發 以六味地方丸 他當初的例子就是六味地方丸 能不能作為 小可成就所謂糖尿病的 一個臨床實驗 雖然是 後來是廢了掉 但是這也是開啟的做中藥 在平常實驗上的一個檔面 就是 那下面就開始很多 醫院就跟進了 包括臺北農總啊 山津總醫院啊 成功大神醫學院 高醫 包括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是 之後旁帶一定要做很多的 就是要包括目前 可能做得最多 也是在中國醫藥大學進行 所以大家經過了這些的 史達利 往後能不能有一個好的 一個 outcome 這是大家所期待的 在NRPP的project裡面 也是為了 Cristian說 到底我們中藥 能不能有一個新藥的開發 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 代表台灣的一個 新藥的例子 那這張也跟各位分享 這是 大陸的一個天津 天津力藥廠 他們目前在 美國LTA Approred 進行Fist3的一個 史達利 作為新講痛 那我把它引進來 也在中國醫藥大學 複社醫院 就做同步的一個site 用美國LTA進行的普通貨 在做這個臨床試驗 目前已經在第2年的一個 送案的個案領的進行中 這個是希望把 用一個的副方 單身第2丸 人家已經在 領域上先使用 中國大陸上有開發 那用這個marm 我是希望能夠帶進到台灣 作為一個地址 這裡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 但是我就知道說 到這邊我們為什麼要開發 開發中草料 有沒有什麼unique 跟challenge的地方 當然有很多 接下來就是為什麼要開發 我想在這個時代 有幾包吻在內 以前都是重視在disease care 但是現在已經是到hers care的 往後的一個氣球了 所以這邊有一個medicineer 現在medicineer的一個score 我們把它分成為 所謂challenge 就是所謂scapital medicine 再來是prevention 就是所謂的 plementative medicine 再來就是 如何增加你的quality of life 不管是patient也好 或是我們健康的個人也好 我想我們要的是這一部分 如果增加那個functional medicine的一些來源 就是保證我們的quality of life 那最重要的 當然就是個人醫學的 輔助的療法 就是你可以 improve other medicine 或者是健康的療法 或是健康的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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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目前大概是現今 美麗西亞利能的一個score 那老化我想 像台灣已經進到老化的零的一個國家 那些老化所衍生出來的 相關的一些deceit和心統 大概可能不外乎這些 那個education 像cancer caribuscular 脂肪 以及immune 跟metabolic disease 這些都是目前 老化相關衍生出來的一個疾病 那這裡 如果 如果 我們能夠去 往這邊是 如何去做 anti-agent的一個 要員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 是不是來 prementer這些disease的一個化生 所以這邊 提到 來就是 我們的challenge是怎麼樣的 challenge of the current drugless curing 要怎麼去做 我們可以看到這幾點的解釋 就是說第一個 如果當一個disease 我們知道它 maybe cause multiple reasons and maybe difficult to find one chemical which define the target related to disease 你當一個疾病 你都拿很多 很多multiple的一個 region 你沒辦法用單一的chemical 去 overcome它的target 相關引起的一個原因 另外一種說 我們一個treatment multiple side effect cook occur 也就是說 目前會有很多的 sight effect會發生 那 如何去 能夠找到一個藥物 能夠全部 緊實 去 overcome 這些sight effect 這也就是 另外一個思考 再來不同 個人體質不同 有different fashion 用相同的一個disease 用相同的treatment 相同的診断 帶來試探 outcome host factor neer to be taken into 有不同的一個療效 所以說 所謂的個人體質 所以中醫理論是 把脈 它會按照你個人體質 給你開一個重要指法 跟單一的西藥 給你單一的小分子 可能作用上 是完全是不同的approach 那再來是有很多的 potential drug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prevention of canonical disease 就是慢性疾病的可能性要為常 但是服用常之後 有沒有可能 sight effect會產生 這個就是目前為什麼 都被過病 中藥會造成犧牲 其實這個是也有一點誤導 我這邊會 今天會跟你們講說 其實這個是不正確的一個 大家一直被冠視的一個concept 西藥都是說 西藥都是因為服用中藥 我們也不能百分之百 說沒有 只是說也許也許 會有一些talking的出現 但是像這些問題 其實就是我們要去面對 這個挑戰的一個issue 那怎麼去做 其實可能是polychemical approach should be is poorly 這個也是目前 這種體驗是一直在推的 它的底鏈 但我用它的一個歷史做解釋 所以在這裡 整個一個future的一個medicine 大概有說 你如果去探討一個multiple target 以及一個polychemical medicine instead of one chemical medicine with a system biology approach in mind 這樣子要怎麼做 所以最重要的 要去approach的人 就是to approach to polychemical medicine 我們要怎麼去來 變對一個step by step 甚至要怎麼去reduce 以前的一些中點級上 所使用的 我們是不是來進行 那在這邊這一張 已經剛才所提過了 我就不再重複 就所謂的multiple medicine plan 包括很多的化合物 當你小分子 問婦額怎麼做 最重要的要有先進入 biology 我想在我們王副院長王燕士 就是這一邊的專業 所以現在我們都做中草藥的人 也要結合西斯本來去 能夠best side 這個integrative medicine 的基礎上 那再來最重要 剛才有提到說 各地一些individual medicine 我想這些是 做中草藥商要面對的 這一張剛才有秀後 就不再重複 我剛才講的正有幾件事 它正在 煙花已經花了十幾年 就所謂的防晴湯 這個防晴湯所就是防晴 白草 甘草 大草 從這四個 這是典籍中药 傳統上呢 在使用的是 做barrier ho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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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它用的 也是在做 cancel chemotherapy的輔助療法 到目前為止 它已經有非常好的 配備花療 也做計算的工作 現在一直想 也是 往植物藥開花 並不是單一的小分子 新藥開花 這就是 正面是一直 回到台灣來 一直在 encourage 我們要好好的 做針放面對的工作 因為做單一小分子 是非常辛苦 OK 也 花了時間長 所以說 能夠代表台灣人 能夠往上 就 有用的中藥 臨床上用最多的 製作的來做 所以這邊 回到這裡 我就會說 目前我們開放的 這件事情 其實台灣 中藥 還有95% 都是從大陸進口 所以 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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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一個開始 再來 你要如果去把它 裡面的化學成功是標準化 如果去做整個 SCAID的一個 process 最終 進到所謂的 VCP 的一個 KBXLine的 SALID 進到DMP 甚至網路要求的 CGMP上的一個 跨力 control 的require 那最終 從這裡面 我們最 所訴求的 真的是 3D的 SALID 這是我們最大的 一個 challenge 我想如果沒有做到這一步 其實 你都沒辦法去通過 VCP上的一個 rule 那 對不起 現在我 快速了 一個例子 這是我們早期 經過國科院上一個 施效能量的 一個計畫 做了一個 三五線心湯 那我做到的工作 就是早期 三五線心湯 也只是傳統在使用 到底裏面的 confront是少 所以我就 開始去做 的指標 上的一則 或者電線 在電量 黑膝 然後透過 一些 equilibrium的 再來 結合一些 file 這樣的 styling 好 我就順利一下很快 你三個要採 我們把它通通 從中央手裡面 鑑定它的基顏 然後 我們去做 isolation structure integration 包括file freedom 這到時候 是 storage 開始的一個概念 那如何去做 quality 跟 quantity 的一個 要求 甚至做 要 biotic 去做 education 所以這裡 我們就早期 沒有到 大家都 很難去 理解說 三個藥材 組合在一起以後 它裡面的 一起的 confront的fingerprint 長得怎麼樣 這個是 大黃的 萃球的fingerprint 這是 黃檢萃球的fingerprint 黃蓮的fingerprint 我們用三個 這個 一個副方 的 ejacent layer 裡面 一個fingerprint 一個一個 我們就可以 對照起來 這樣就能夠 去證實說 你有效的 組合物裡面 來自於哪一個 藥材 這樣子 三個去做 caming upstate 藍間學的 工作 所以我們就把它 做起來 先前文獻上 古典的報納 上文獻上 裡面大概也是 花表的 六七個指標成分 所以經過 我們分析 我們就把 超過 18個以上 以前沒有畫 然後我們就把它 在一一的 把成分上定下來 這樣子就可以 所謂的 caming upstate 藍間學 你這樣就可以 你1G 你的用途 成分在哪裡 這個成分上有什麼 那個 那個 所以我們就把 這樣子一個 機爪 給 查查 這就是三文新章 發洩成分器 HPLC圖書上一個 建議 也就是把 那某一個成分 每一個指標成分 長得如何 如果是一個 定性電量 一個例子 好 那台灣最困難的是 如果大家目前 沒理到 中藥材 如果在台灣 種植中藥 其實早在十多年前 或是不已經開始 有這個 這個在花蓮 種植單身成功的 一個例子 左邊的 就是台灣種植 是Fresh的單身 右邊是菌口 我們看的 乾燥的 單身的藥材 那我們同樣去做 它成功上的一個 兩個 只要的 Majer marker 就是所謂的 三文化 AC 以及 Dansinol 2A 這是兩個 兩個指成分的 Majer marker 那我們就用這個 Fresh 跟乾燥 四川菌口 藥材 其實看起來 台灣 道地種植藥材 它的含量 以這兩個指藥成分上 是高於2到3倍 所以這個藥材好壞 它的成分含量多高 其實就起結於 這個藥材的一個藥效 這邊我就提到這個例子 在進行的 包括我們王署長 賢康麗 剩養跟齊華 他們都會 下午有一個 地鐵的一個說明 那我也是 檢究 地鐵我就不講 但目前台灣 OPROOT就是所謂 標準規範 希望把這些的 牛杖汁 三鐵的一些 有效成分的 Majer marker 多把它一的定下來 所以從外的 野生的牛杖汁 我們就是一個一個 這是標準規範 規範的 一個指標成分 有史萊隊的成分 都一一的解釋起來 那當然有不同的來源 那我只是急著說 用免田式的來源 它們的成分上 是不是如同前面所秀過的 一些材料上 分的是不是連同 來自不同的材料 能夠跟野生的野杖汁 做一個比對 這個是為何故意要求 明年你要秀出 你的finger friend 裡面所含的成分 到底有多少 那今天叫齊教授 會把 第一鐵的三鐵類 從發酵不同 導致不同的基因 而去量產 三鐵類 這個是 校教授他們 所發表一篇的論文 的一個 記載的一個工作 那這邊只有秀 我們的工作是說 把野生的牛杖汁 包括 某一個生產方式 得到的產品 去跟野生的 我們只有 那幾個 三鐵類 把雲花殼做對照以外 它裡面所含的 產力是多少 包括它所佔的比例是多少 我們也一一的去把它分析出來 那 detail 就不詳細說明 我們目前在中醫 叫雲花章汁 就剛才校長幫我們介紹 在中草原點天研究中心裡面 我們把這當作一個 project 希望做的是 也要結合很多的一個 新的一個 新的一個 兔耳研發 我們目前的手 就是在 cancer 跟腺炎 跟 Diabetes 作用 那 所謂的虛擬瘍發 就是 加上 我們一些的 target 我們是知道說 你到底的 cancer 你是如何做 你那些 MARK 三鐵類的作用 是 它可能在我們的 作用的是 在Signal Passway上的基因 protein上 這一部份我們跟教大楊晉波教授 一一的我們給他幾個三點類化合物 讓他去吸塵到整個一個 四狀圖的基因圖譜 protein的target裡面 一二七八一的 那我們用我們的三點類某一個成分 來針對某一個target的基因 protein上 去做進一步的confirmation 來證明說確實是有RNA cancer 有RNA的作用 目前就是所謂我們的兩批藥材 做in vivo的Study 兩批藥材都非常明顯的看到 它的活性確實是能夠有reduce tube volume 跟它的signal effect不是可以接受的 這些時間外做就不秀 那DNM的model我們也按照這樣子來做 說話也在檢討的成果在JPF 那這是獨語的 這是更重要的 有效以後 也還是要有一個非常toscality的獨立的要求 目前我們做了兩批動物試驗 都非常易穎的看到 從這個organ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pastology site 都可以和Acadget的安全線 當然還回到說 你這個app tracker 你這個成分的product的組成是什麼 那我們用的是做它的組成分 那這張紙次是受到 聯繫目前台灣大洲做助力的健康食品 不過我感受到 我們目前已經被中國大陸來威脅的是 它要想把這個台灣國寶的牛招 帶到引進到大陸去 昨天我上來接一個台商 一直希望做這個工作 我想這是我們命令最大的一個挑戰 不能只是停留在做健康食品 合格建置號 那下面時間外做 我想就快事過失了一下 那作為一個AMPB的project 實驗室也非常榮幸 Band Collin 92013就糾纏到這個project 所以Cooking的將近好幾年 那我們就從中草藥裡面 臺灣問題的結列 Hit到一個Dead compound 那Hit到Dead compound之後 它的IC50對各種癌細胞 大概是界定1.4到13.9的 叫一個IC50Band 那我們如果去做Altimization 去做網塑 然後吸尿開發 這是它IC50Band 就不秀了5塊 這是基本的Invitable Hit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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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 去批評 那我們一開始是做 Wallet跟Protest cancer的一個Invitable 好 量產 做天然物質最大的困境 就是Nature source非常有限 如果去量產 我們就是要做大心情室 所以我們去做前額程 也投放在DNC 甚至於在更高的量化 把N奶產地不高的 提高到10倍的一個量產 好 接下來就是說 Oltimization後面臨的 你到底你的 Activity的Apps是如何 那你的MOA是如何 最重要你的Target在哪裡 這個過程 我們面臨到了 我做了去improve 如何往下做 在這個過程也接受 網路院長的指導 那 現在的工作 我們就去做Target Identification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ADMET 做新鮮的開發 所以經過這個Floachart 就是Risner Dram Design的一個Starting 我們就開始做到了 有一個好的 Oltimization的Ded Compound 那之後 我們用這個Ded Compound 也就是在02的時候 變成2009 它也要少多加了10倍以上 在這邊接一個 Main & Rune 那往後 這我就不show了 它的Evidence 非常click-cut 那往後 我們就是如何去做呢 開始我們有 Megle的Starting 才往下 就是說 這個Oltimization的Ded Compound 要如何去approach 就是用QSAR 那我們在QSAR裡面 去Target 那最後 我們找到說 從這裡這個Site 我們可以去Link到一個SiteChain 那我們的SiteChain 我們就把它做起來 那剛好 我們是Target 在一個GST-OML1的身上 這個GST-OML1的作用 這我們就不提醒 這是他們GST-OML1的 分別的Class 那它的作用就是能夠 去幫忙一個 Anti-Cancer Hemosita的一個藥物 去作為對抗癌症的一個治療 那從我們的02到02-09 是我們已經發展到 2-141第三代的 02-09-241 這樣子一個 我們都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藥物 甚至在 它有在我們牙腕上 都能夠 不管是02-09或241 確實是能夠Walk 能夠Walk 那Walk的簡單的例子 是以Invitals I-CQT Bary 你可以從原來的 這樣子13.5到57的Megle Mora 降到0.2的233的Megle Mora 對癌症的1549來講 對Prosse cancer上的 這個3.92到0.006 所以非常Evidence 包括動物實驗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也是分析到 臨床上的一個 Res cancer上的Speachment 那這樣子能夠來證明 我們要接觸室跟 I-CQT Bary 這個target上是可以來 往下去做它的target 用一個Mile Mark 往下來做 我們現在做不到的工作 已經是接觸室最貴 Nugget of Rescancer 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Invivo的Evolution 你可以看得到 這樣是一個明顯的作用 OK 好 接下來看有沒有一個 Stagistic effect 在0.09我剛才跳過去的 它其實就經過一個 Password上能夠有 Stagistic effect的作用 甚至於對 Resistant的Mutation 有沒有可行 進去Overcome 經過我們的Study 其實用一個Code Sight的一個Difference 我們有一個Combination Index 的一個Variation 如果這個CiValues 10.1的話 它是一個Disc 因為我們的21的 Lit Compact 其多能夠跟目前的Available 所有看來的臨床用料 它的CiValues都小於1 都是非常好的 甚至於在這個 Resistant Mutations Rate